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輕鬆一點的 這個會比較輕鬆啦 因為剛才那個都是比較往底層走 我們這個是往最應用層走的 這個叫做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Running 那就是多智能體的強化權勢 所以你不是接著講A-R-T 這個是另外的 不是A-R-T 是我在講 OK 因為之前Re-Inforcement Running裡面的一個topic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回來講 那今天要講的是哪一個topic Multi-agent Multi-agent Multi-agent是比較少人在看 目前看起來 是比較新的嗎 其實它是從這個MAS 也就是所謂的Multi-agent System 多智能體的這個系統來了 那這個多智能體系統其實已經研究很久了 但是因為機器人這邊追不上 就是強化學習這邊其實還沒有追上 所以說現在慢慢的把它結合起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未來有可能比較 有很多人會開始研究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之前所研究的機器人這些 巧化學習多半都是單機吧 那勢必一定會很多的機器人形成一個社會 這個也避免不了 所以多機的合作啦 競爭啦 這個社會上人類怎麼樣搞 機器人就是怎麼樣搞 所以這個系統應該也會有那個 開始很多人會慢慢關注 那當然很多人這個 這個中間也參雜很多社會科學 很多人都會覺得社會科學是偽科學嘛 我這樣講那個社會科學的人不要打我 就是說 所以我說可以輕鬆一點 就是沒有像剛剛研究底層這個 這麼嚴肅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簡訊打就是說 我可能把這個議題分成兩塊 因為今天時間會比較少 所以說先把理論的地方稍微講一下 那一般都會從那個賽局理論開始講 那我也不例外 我也是從賽局理論開始 那我們先看一下賽局的這個型態 我大概可以分成這幾種 主要就是多人 那多人裡面有一種special case 就是特殊的情況就是兩人 那一般我們舉例都用兩人比較簡單 然後一個就是動態跟靜態 靜態也是屬於動態的其中一個special case 那所謂靜態是什麼呢 靜態其實就是說 例如說像猜拳 一番兩分圓 就是只要出拳就知道誰輸誰贏 那動態當然就是 可能不是同時出招 他可能有 你有機會去觀察對手的這個策略 然後去改變自己的策略 這些不同的策略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屬於誰輸誰贏的 就是靈核跟非靈核 那靈核它有一個 靈核也是屬於非靈核的一種special case 它就是代表著我所贏的就是你所輸的 或是說我失去的就是你得到的 這個就要靈核 然後還有就是在於 合作或不合作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類型 那在我們這裡面呢 合作跟不合作 我們是 有可能是可以經由這個 溝通 來做這個媒介 那所謂不合作的賽局 它就是一種 不不信任 缺乏信任的一種 合作賽局 也就是說 我並不信任 對手 他給我的 這個 承諾或甚至是暗示 最後一個就是 所謂的完全訊息 跟不完全的訊息 那一般 我們所 之前談過的MDP 我們一直強調就是 Fully observation 就是完全可以觀察到所有的東西 那就要完全信息 但是有很多實務上的條件 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很多會是不完全訊息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個是你自己歸納的 還是所有算益理論學者 這樣的分類 這一個是 有一本書叫做 叫做這個 管理科學 是繁體中文的書 它裡面的分類 它裡面分類 這個作者 我回去找找看 那個 我這次忘記了 這是繁衣的還是 應該是 台灣 原作者 台灣的原本 那個是很不錯的書 如果說 對RL 就是說 對強化學習 或是運籌學 有興趣的 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 著名的這個 納許 納許均衡 就是 得過諾貝爾獎 那我相信這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也就是說這個兩個囚犯 他的困局 就是到底他要這個 坦白從寬 還是說堅持 就是不認錯 那在這樣子各種情況裡面呢 都會有不一樣的 得到不一樣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 由於這個都是分開審問的 就是隔離 隔離開的 所以說 這兩個囚犯呢 他就必須要去猜測對方的想法 所以說他們就會有各種情況發生 那 他 所謂納許評論就是說 他 他後來 我們待會兒 接下來會介紹的就是說 會算出一個均衡點 那這個均衡點 是雙方都會 以這個 以這個均衡點 去做 下這樣的決定 因為 只要 你不下這個最佳的決定 你有可能 你就會是 你是 沒有得到最佳的結果 例如說 你看起來也許 這個 雙方 雙方 雙方都否認 是最好的 因為雙方都否認 可能你只是 在審訊的時間被扣押了一年 然後 一年以後 這個 被放出來 但是問題是 這是一個 不合作的 不合作的這個 賽局 也就是說 雙方是不信任的 你會怕 我如果不承認 但是對方承認了 那對方承認了 對方會有減行 可能是零 你不用關出來 然後 把所有 對方 所謂對方承認一定是把所有的罪告訴我 都這個拖出嘛 那所以說所有的罪會壓在你身上 所以你一定會猜測有這樣的情況 那 你會猜測這樣的情況 另外一方也會猜測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雙方都不敢去做 不承認的這樣的決定 所以 最後的結果 會是雙方都承認的 那這也就是警方犯案 他是根據這樣子的 這個理論 來 達到 他的目的 那 剛剛說的這個 每一種的 action 每一種的 這個 策略 或決策 他會有 得到一個 結果的 這個 不管 你可以說他是多少的獎勵 或者說多少的分數 他會是長的像這樣子的 payoff 的match 也就是說 這個叫做長腹 長腹矩陣 那 那 甲方呢 他可能有各種的 這個 action 他有 各種的策略就是了 他可能做 action a action b action ae action ae action ae 然後乙方呢 他有三個各種的策略 那 當甲方做了這個策略的時候 乙方剛好做這個策略 他的這個長腹的矩陣就是 就是 甲方得到 p e 乙方得到 que 這樣子的 payoff 那所以說呢 如果是 零和賽局的時候 所謂零和賽局就是說 我輸的就是你贏的 或是說我損失的就是你得到了 那你就不用寫兩個 因為兩個人一定是 同一個 就是說我輸了10塊錢 那10塊錢一定是到你口袋 所以說 如果以我方的 以我方的觀點看 我就寫 正時 以 以方的觀點看 就寫複時 就只要寫一個數字就可以 那所以說這個是一個 payoff metric 就是 賽局理論主要的 一個 要計算的方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兩人零和的這個 這個賽局呢 像剛才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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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犯困境 都是一樣 這兩人 那兩人的 兩人零和的賽局 它有三種策略 然後第一種 是 呃 純策略 所謂 純策略呢 就是說 我們雙方找到了一個策略 這個策略呢 是最佳策略 例如說剛才 這個 兩個囚犯 決定了 兩個人都坦白 然後 收到了五年的這個 這個 被 被關五年 那這個是 可能是這 這賽局裡面是最佳的策略 所以呢 這個就叫純策略 是 雙方找到唯一的共同策略 另外一個呢就是 呃 混合策略 也就是說 呃 甲方乙方 他各有自己的策略 而且這個策略是 以一個機率 機率來分布的 這是 混合策略是怎麼樣 我們接下來會講 那 呃 dominated 的策略就是 他等於是 這個就沒什麼好比 就是等於說你是越級打怪 那你根本就是討不到好處 所以說這個就 其實你也不用 在這種情況下 你也不用去做什麼賽局 分 你就 你是小的你就散 你是大的你就傻 就是這個 都沒講 你永遠沒有辦法 呃 贏過對方 那 呃 我們剛剛說的全策略 他就是 他 我們要找到一個 安點 他也就是說 他在 所有的這個 呃 所有的最小值裡面 找到一個最大值 那 另外一方面 你要在所有最大值裡面 找到一個最小值 那這兩個 這個 所 所交匯的地方 這個安部的就是 他的安點就是 我們要找的值 那這個 存策略他就是這樣 假如說 假方呢 他有三個動作 那他 這個三個動作呢 配合的 乙方呢 也有三個動作 分別 呃 三個動作 這個 這個 例如說 剪刀、石頭、布好了 這三個 招出來的 分別是這樣的 分數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payoff的 是由假方觀點來看的 ok 所以說 負的這個分呢 就代表是 假方是輸的 呃 就是 乙方是正分 但是我們以假方的觀點來看 然後我們把這個metric寫成這樣 也就是說 呃 這個 這個 column 就直的 直的這個行 裡面呢 我們都是取 取這個每一個值行裡面最大值 那 橫的這個行呢 我們都取最小值 那直的這個行裡面 雖然都取最大值呢 我們去 在這最大值 所有的最大值裡面 找最小的那一個 就是這一個 那 這個 呃 肉 就是橫行的這個 裡面 所有的最小值裡面 我們找最大的 那 就是這個 所以說 他兩個交會的地方 這個 這個一呢 就是他 所謂的純策略的一個安典 也就是說 假方 我們 因為我們這是以假方來看嘛 假方出招的時候呢 乙方一定會防禦嘛 他 一定會使你 這個 你的每一招呢 去 都會是最小 所以你在這裡面最小裡面 你要去 呃 你在這 所有的最小裡面 你去最大化 那 乙方當然就是 反之一然 就是 乙方出招的時候 假方會去取得 而讓自己 最有利的 那 你就是 在這裡面 你只能去 最小化他 最小化這個 乙方的得力 對這個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是 取得 安部的方法 啊 安典的方法 那另外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混合策略來講的話 呃 這樣 就是說 他 他 他有很多個策略 他每一個策略呢 他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呃 機率 那這個機率呢 當 假方 例如說 假方採取 x1 然後乙方採取y2 這個i 是等於1 這個y等於2 然後這個機率 出現 x是1 y等 y是2的這個機率 呃 他會有一個機率 那你把這所有的機率 把他 這個 總和起來 我們會 這個累積起來 會 會得到一個 v 這個v 我們叫做 Value of Game 就是 賽局值 那這個賽局值呢 呃 如果呢 假方跟乙方 他都是 用了最佳的策略 就是optimal policy 其實這裡 這裡的policy 就是指了他的action 就是他的動作 如果假方跟乙方 都去 呃 都用 都用這個 最佳的這個策略 就是我們打信號 他這個v 就是最佳值 但是如果有任何一方 例如說 假方用的最佳值 呃最佳的策略 乙方呢 沒有用最佳的策略 他是用其他的策略 那那個 呃 對於假方來講的 他 他的得力呢 是超過V的 呃 超過這個最佳的 呃 他本來可以得到V 但是他是 可能會小余 呃 這個就是 這很好理解 所以呢 他這整個的 呃 計算的方法呢 也就是說我們 第一個我們總是都會把這個 呃 payoff的矩陣 呃 就是長負的矩陣 呃 把它列出來 一般我們就是取一方 例如說 以假方的觀點來看 我們把這個矩陣列出來 然後矩陣列出來以後呢 我們會去 檢查有沒有暗點 如果沒有暗點的話 就代表是混合 混合的話呢 你就要去對於 這個 所有的機率做計算 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 他出 呃 第一個 第一個策略的機率呢 是XY 第二個策略的機率 也就是說 他出這個機率的策略 呃 這個策略的機率 是 是X1 出這個策略的機率是X2 那當然 X1的算法呢 是 是這樣子 呃 是 把每一個 這個每個element 做一個計算 呃 這個計算的話 我是有做計算的 不過你們大家記一下 呃 就是 比對一下這個element 你就可以知道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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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幾率 那他基本上是 他基本上是 算法是這個 呃 這個 乘以一個 如果說幾率是P的話 如果幾率是X X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X 然後呢 然後呢 加上 這一個 乘以 X2 哦 這樣子會等於 這一個 乘以X 加上這個乘以X2 這是一個等次 這個等次呢 你把它展開 就會 就會 就可以求到這個SY OK 那這樣子的算法 算完了以後呢 這個 假方的 假方的這個V呢 就是 Value of the Game 它就會是 它就會是 把上面的各個 雙方各個這個 呃 這個 這個payoff 乘以它的機率 那算 算到這裡呢 你就可以把這一個 這整個方程式 你去找 呃 用 用這個二次的這個 叫LP 就是linear programming 去 去把它做出來 就是限定規劃 那我們這裡做一個example 呃 如果 這個 這個 假方只有兩個策略 就是說 第一個 跟第二個 那乙方有 很多個 有N個策略 那麼呢 這個 呃 假方的第一個策略的機率是X1 那第二個策略當然就是 1-X1 那乙方呢 對應的乙方有好幾個 乙方有很多個 那這個策略呢 我們可以畫成圖 你可以 對於乙方的每一個column 每一個值的這column 你都可以畫成圖 那畫成圖了以後呢 你可以在這黃色區域裡面 找到最大 最大值 啊 例如說最大值在這裡 那這個最大值呢 就是它的這個 呃 V的 ultimate V 最佳的V 啊 這個就是簡單限定規劃 那你找到了 你把這個焦點 你再把它拉出來 然後用這個 用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我們之前說的2乘2的方法去解 那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 這個是2乘N啦 如果N乘N的話 那也是一樣的原理 那有可能會用到 應該也不會用到2次 N乘N它就是我們之前 我記得我之前講那個 Inverse Reforce 學徒學習那個時候 有用到這種 呃 二次規劃 它是可以做很多constraint 就是很多的這個限制條件 那你就可以讓每一個constraint 你去畫畫那個線 你就可以還是一樣可以找到這個 呃 交集的這個區域 OK 這個就是 在 呃 每一個情況 每一個狀況下 我們把每一個狀況 當作一個賽局 每一個狀況 狀況下 它這個賽局 它的解法 那 那 這個 如果這是一個連續的 就是說 它 它 會有很多個賽局 我們就把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 賽局呢 放到這個MDP裡面 那所以呢 就是 在每一個state 我們會去每一個state 找這個Nush均衡點 呃 那那個策略 均衡的那個時候 那個策略叫做 大學均衡的這個pi 那每一個agent 它就會 它的pi 會滿足這樣子 呃 的這個式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 V的點 Value of state 應該是Value of the game 那因為那個 我們把每一個state 當作一個game 那 它 只要是最佳的策略 它都會 高於任何其他 某一個 這個 這個裡面的數字 就是pi1到piN 這個代表不同的智能體 也就是說 你可能有N個機器人 在做競爭 E號機器人到pi I號機器人 N號機器人 那其中這個 如果有一個機器人 I號的機器人 它並不 用 並不執行最佳的策略 它沒有執行最佳的策略 它的V就不會是最佳的 所以說 只要每一個機器人 在同一個 那個時點 它都執行最佳的策略 它的V是最大的 所以說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 有 所謂的 同一個時間 大家都執行那樣子的動作 這個叫join action 就是聯合動作 那這個join action的 它都會有一個機率 所以說 這個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 這裡有一個Bellman equation 這個Bellman equation是 它的基本定義是 A value of state 狀態值 這個Value 它會等於Pi乘以這個Q 就是 在這個state 執行這個action的 這Q 那Pi the reward Q是不是reward Q是 Q是在這裡 reward在這裡 而Q它是reward加一個衰減值 乘以下一個state的Value 這是大Q 我說你上面那個Bellman 可以選那個小Q 這個小Q是 這個Q也是一樣 也是這樣的定義 也是這樣的 對 那只是說 它在這裡 這個V的期望值 就是 因為Pi它有好幾個動作 那好幾個動作它有不同的權重 所以說把它乘 各個權重 然後把它總合起來 所以它希望我們這裡排 那所以說呢 帶到這裡來呢 它有多了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時間點呢 你這個Q呢 你必須要是 你必須要是 所有的 智能體 從1號 1號機器人 2號機器人 到1號機器人 它各做了這些動作 那這些動作都是 都是 最佳化的這個Q 那 這些動作呢 它在它自己的拍裡面呢 它的權重就是多少 Pi就是tology 它一次花幾分 它是一個機率分布 所以說 對 機率分布的tology 每一個個別的那個 對 它個別的權重是多少 每個都把它乘起來 那這就是它的 就是 從這裡來的 那其中這裡的Q 這裡的Q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 前面那個pr是 這個是機率 也就是說 大家都執行了 這樣子的join action 就是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那從 現在這個state 到了下一個state plan 它的機率是多少 如果是determinist 就是說 你從這個state 是百分之百的話 那這個就是1 那但是 有可能 環境裡面 有可能有一些dynamic 它是會 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就 你往東走 你的結果就在動 你有可能是在動南 或者說 根本就被什麼海浪啊 被風吹到 什麼南或北 所以說 這個還是會有一個機率存在 就是 這個所謂Oracle 區域乘以 這個不是期望值 這是啊 這是嘛 那 這reward呢 其中這裡的reward呢 一般呢 比較 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 如果 大家都是 使用相同的reward function 就是我們 代表我們有同樣的目標 就每個機器人都有 都是 目標一致 這叫做合作的賽局 那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可能 這個目標 這個go 也許是 不是一定要我達成 也許是你達成 但是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reward 所以說 你達成我也是得到那個reward 所以 這個可以叫做合作賽局 如果是 不合作賽局 就零合賽局 就是說 你贏的就是我輸的 那那個reward 我的reward 就是你的負的reward 所以 所以 這個fail rate equation game MVP 我們可以用 我們用圖解來看一下 就是 這裡有一個 這個reward 這是最簡單的小reward 那 有四個state 不好意思 不是state 有四個位置 這個position ABCD四個不是選 那 剛好這個 這個BB8 跟這個R2 那 他BB8在B的位置 R2在C的位置 那 他們要 如果能夠到達紅色的位置 可以得10分 那 這剛好中間有一個虛線 這個虛線代表欄杆 比如說 他有機會穿過欄杆的機會 為0.5 ok 所以呢 如果他現在 在state1 state1 state1呢 就是說 前面 前面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字叫 就是BB8 的位置 第二個字 代表這個 R2的位置 那S1 代表是BB8 在B 然後R2 在C 如果 他 BB 我們看一下Action 我先解釋一下Action Action 它的 前面這個字 也代表BB8的動作 後面這個字 代表是R2的動作 OK 如果 BB8選擇往上 R2呢 選擇往下 那 這兩個人都會穿過欄杆 OK 他穿過欄杆呢 他到達了這個 呃 S2的機率呢 也就是說 BB8 沒有穿過 因為他穿過欄杆的機率為0.5 就是代表 BB8沒有穿過 但是呢 這個 R2卻穿過了 那他的機率是0.25 那 如果說 S3是 BB8穿過了 R2沒有穿過 R2留在C 那是0.25 那或者是說 這個 另外一個是 兩個都穿過 也是0.25 然後 這個 這個 兩個都沒穿過 就是 回到原來 是0.25 這是 就是他會存在一個機率 那 到其他的部位置也是一樣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是一個 呃 是一個 福利用設備 就是完全可以觀察到 那 這個怎麼寫呢 這個我還是強調一下 就是說 在這裡面最重要的是 Join Action 就是說 那個時點 呃 BB8 他 從 起始點 到達A 然後 他是做了什麼樣動作 就是 你看到這一個表格裡面 他是一個 Join Action 是 BB8做上 然後 然後 R2 D2往下 那 他的起始點 當然是固定的 那 到達的 位置 各式鼓勵不一樣 那 所以說他的機率 呃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呃 到達這裡是 B8到達A 他是50% 但是 B8到達A的時候 R2到達哪一個地方呢 他就是 對了50% 所以說 呃 升起來是0.25% 所以這整個 呃 剛剛那個式子 我們把它帶入 之前的那個 Q 呃 也就是說 用這個標明 equation 那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從 呃 我們剛剛從這邊算出來 就是0.25% 然後呢 這個 R呢 有 呃 有一些 R是 呃 有一些 R是0嘛 就是你沒有到 紅色的地方是0 然後你有到 呃 紅色的地方 會是 15 這個地方是 這 我這裡好像漏起 然後 我們給他一個這個 這個衰減 衰減的這個 呃 這個 呃 他結果會是 7.25% 呃 這個是 只是要告訴我們算法 那 我們其實 我們要把 他的 各個動作的列表列出來 就是說你剛剛這個是 BV8上 R2下 他是7.25% 如果說BV8上 R2 向 左 他 帶進去這個式子 算出來是這個 然後BV8 右這個 R2下 帶出來是這個 所以說這個 呃 你以R2為觀點 呃 以BV8為觀點的這個 這個metric 會寫成這樣 以R2為觀點的這個metric 會寫成這樣 然後再 丟回去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呃 所謂LP 就是千金規劃 去把這個 這個 呃 交叉的區域 求出來 取最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喔 就是說 呃 最佳的V 在S1 他最佳的V 可以說是 BV8往 右 R2往左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值 其實你回去看一下也可以看得出 喔 BV8往右 R2往左 他是沒有去 沒有需要經過欄桿 就可以直接到的 呃 不是BV8往右 R2下一次往左 這一次先往上 那就不會是最佳值 一定 最佳值就是剛好 那個時候 那時候 一起發生 那這是理想狀態啊 那 其實 呃 絕大部分的食物 會是 呃 所謂的Pump Pump DP 也就是說 他是 部分可以觀察到 沒有辦法知道全局 那所以說 在這裡呢 他有一個 Z 他是 呃 第i一個 就是某一個啦 agent 他可以看得到世界 那 他怎麼樣看得到世界呢 首先我們就是 我們之前我們的MDT 我們是用S 呃 我們是用S 當作State 那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觀察到所有的S 所以說 我們在這邊用Z 當HighState 那這個 呃 這個Z 他是從S 加上 他的這個 不是加上 就是說 他是X跟O的Function O呢 就是他所觀察到的東西 也就是說 有的時候 你到某一個地方 呃 你要觀察四周圍 你才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譬如說 你 一覺醒來 這個 房間裡面是燈紅酒綠 你才知道你在不良場合 那這個 這個 都是由O這個地方來觀察 但是他只能部分觀察 就是現在可以觀察到什麼 然後來做一個Making 做比對 那所以說呢 他根據 呃 他 這個機器人 一次又一次的這些歷史的經歷 這個是歷史的 這個 他去 去這個 猜測 自己有可能是在哪一個State 看到什麼東西 就有可能是在某一個什麼State 那他形成了一個 所謂的BelieveState 就是說 他自己 自己以為 自己相信 他在什麼State OK 那這邊就是 所謂的這個Pump 語言就是說 半 就是partial 全名是什麼 Partial Observation Partial Observation M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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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PP MPP Decision Processes 就是馬格爾夫決策的過程 Decue的 OK 那DEC呢? DEC是去中心化 我們現在講一下DEC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了這一個 這個圖也是從David Silver過來的 就這個是PALM DB 它這個是給一個agent用的 它是給一個agent用 是給一個agent用 所以說這個a啊什麼都是 都是沒有一個i啦 所以我們延伸到 我們現在是討論多機嘛 多個機器人 多字連體 我們會加i 所以是代表DI的就是任何一個機器人的 那這裡的這個所謂的transaction probability 它也是那個機器人在那個PALM DB裡面的 的機率的dynamic 但是呢我們呢 這裡強調的是 geo-n-action發生的那個機率 就是每一個機器人他剛好做哪些動作 那一個機率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就會造成非常的複雜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的到 在況DP就已經 這個維度非常高了 因為你真正的MDP 就是說普通的MDP它是這樣子 那它的機率就是 例如說我做了AEA 那有75%到3% State 3% 25%到State 2% 這個很明確就是這樣 就是兩種機率而已 但是呢 這個PALM DB它又加上 它不知道agent這個機器人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什麼地方 他現在 處在一個OE的State 如果他 他在OE的State呢 他有可能是S1 有30%的可能是S1 有70%的可能是S3 就是說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這個State 還是在這個State 他已經有一個機率在 然後呢 他在任何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 他又Dynamic影響他的機率 這又必須在沉 所以他沉下去 他的維度會非常大 那 所以人家 所以說這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樣的 這樣的模型幾乎是沒辦法計算的 有一個名詞就叫做 這個N-E-X-P-P 就是 它全名是 Non-deterministic Exponational time Exponational time Complete 反正也是就是說 是非常高維度爆炸的 沒辦法算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複雜度 那所以 他 一個機器人呢 他在一個 所謂Greed World 就是說 在一個這個 網格空間裡面 他可能只能 就頂多觀察他附近 這個 這個區域 這已經很不錯了 那多個機器人呢 這個維度又更增加 像我們之前看到 再把它附加到這麼多的維度上面 這個幾乎是我們想不出要怎麼算 所以說有可能我們就需要 進行一些機器人 就是Agent之間的通訊 所以說在這個Multi Agent裡面 就常常會用通訊來這個幫忙 這些事情 例如說 這個有一個3C 就是說 Coordinating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oaching 那我們先講coaching好了 coaching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大家都是同樣的reward function 那 反正我贏了 你也一樣得到那個獎金 所以說 有可能Agent 某一個Agent 可以交另外一個Agent 做某一些 某一個事情 達到某個目標 那這個所謂 交某一個Agent 就是可以利用 universe的 那這個我們之前有看過 我就可以 再去看一下之前的那個 那個video 可以看到 就例如說學伍式的選擇 也就是去調整一下那個reward function ok 那其他的呢 就是說 Coordinating 有可能是我們兩個要合作 做某一個事情 達到一個go 那這個go呢 達到以後這個reward 我們就是大家都是有比較好的體驗 那我就可以決定 這個事情滑得來 因為其實 其實不只是人類社會 是economic 就是人類是經濟動物 機器人 我們也把它設計成經濟的動物 所以呢還是 機器人的目標還是為了要去尋求最大的那個魚卧 所以這些事情是可以大家可以共同來做 那 與其 雙方都不通訊 然後我猜你要這麼做 你猜我要這麼做 我猜你不會這樣做 你猜我也不會這樣做 不如就是用通訊來解決 所以就 就 多了一個通訊的這個通道 所以各個機器人 各個agent他面對他自己的環境 然後做自己的action的時候 他會去 有一個message給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agent 那具體這個message呢 它是什麼呢 就是 它可以是很多的東西 它有可能是告訴 告訴另外一方 我現在的space 或是說告訴另外一方 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都是可以設計的 那 我之前 我本來是後面有一些例子 但是 可能今天時間會不太夠 就 我們再找時間 把後面 那我今天我們就 先來看一下 下面這一個是什麼 它是這樣子 就是說 這是一個遊戲機啊 這一般好像他們叫Atari 那 不是RL 常常都拿去玩遊戲嘛 因為遊戲裡面有 很設計好的環境嘛 譬如說他在打這個怪好了 對 那 這是遊戲機嘛 那 所以 這個RL的程式 他看到了這個畫面 有遊戲的畫面 然後他就 他就決定他做一個 某一個動作 到這個遊戲主機 然後也許這個動作是發射 為什麼兩邊都過來 這可能是雙打或是什麼樣子 這個 也不是太重要 這個你可以爬看成一個地球啊 就是 反正就是environment 就是環境 那環境是很大 然後呢 他看到的畫面 只是他的 這個所謂的 observation 就是他觀察到 然後他做了這個樣的action 那 所以我們 我們之後 我們找機會把那個 再解釋一下那個 我做了一個那個application的示範 不過今天可能還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coordinating coordinating一個非常經典的示範 人畫10分鐘快點 人畫10分鐘快點 這個就是 那個 這個躲泥場、桌泥場來的 OpN AI 經過了幾百萬的測試 他們開始想出了策略 大家仔細看一下 等一下會看到很誇張的東西 這次沒有人教他們 他們沒有選出來 他會把梯子藏起來 因為他發現曾經被人家拿來用 可以看到那兩個綠人 藍的人一直在做一些合作的事 因為他們的reward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遊戲的bug 就是說 既然他可以站在上面移動這個 這個箱子 現在比較可怕的是 這個bug竟然被他們的agent發現 這個bug竟然被他們的agent發現 對於有多個智能體的行動 我們希望 在一個更多的一個更多的環境 那些真正的智能 會一天發生 OK 剛剛這個影片就是其實對於這個多個智能體 多個機器人他的合作是一個很好的表現 那剛剛我們講到就是說他竟然發現一個bug 剛剛也不是發現 反正智能體就是你開放給我哪一些option我可以做的 我就去每一個去試試看 然後一次一次試了幾百萬遍 那他們竟然發現可以站在那個box上面 理論上應該是不能站在上面 但是你可以推他走 但是他這個bug是沒有設計說 他以為你只要是那個agent走 就是鎖定了這個box 然後跟著走他就會走 結果站在上面他也能走 那站在上面他就有機會跳到牆裡面 這個是他們當初設計的沒有想到的 所以呢我們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未來的這個機器人的世界是有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 就是說你的action 我們人也不是省你設計這些東西不可能面面俱到 有可能也會怕 有可能會有像這樣子 他們會發生他們的創意 就是說很多人覺得這個人工智能機器人是沒有創意的 那其實是有 他的創意不是靠靈感來的 他是靠這個測試 重複完幾千次幾萬次 想出來的 所以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不要只看他這個長得很可愛 就是裡面的動作是很可怕的 他竟然可以這樣子合作 還可以去偷這個梯子不讓你去用 以免你爬進來 這些策略都是非常 我們需要去思考一下 那他的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個很簡化 那主要也就是說 當然這些表面層的這些東西把它Embedding 然後抽象化 然後呢 他會 這個Embedding以後 他會 但他有一個所謂照明雷達 也就是說 這個是他的規定 就是說他事件範圍是 都是直線 就是光線的直線 那被擋住的東西就看不到 事件以外的看不到 所以他就把它 把它掉成黑了 那其他的呢 經過一個LSTM 然後丟到後面的IL IL 是哪個IL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跟 任何都有可能 A2C A3C A3C 都有可能 Policy規定 然後去 突出哪個Action 那可能就是 不斷的去測 不斷的去試量 反正他們 OpenAI 有的是時間 有的是機器 24小時在那邊測試 就會搞出剛剛那些 很奇怪的動作 很有創意的動作 OK 那 由於今天時間是比較趕 那我們今天先站直到這邊 那我們到時候我們再找機會 再來查 看看 那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上面有沒有什麼需要大家 可以討論一下 沒有 之前沒有 study go RL跟 做比較困難一點 RL應該 因為我們這邊 是 其實我們應該算台灣少數 一個在 有 有 這種 有來 study RL的團體 比較少 其實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流行的是Deep Learning 就是大家都在識別這個識別那個 那個都是很就我們剛剛講很底層 但是都是真功夫啦 就是Deep Learning就是怎樣 算是真功夫 那我的想法是RL 它是比較高層的這個Integration整合 包括我後面可能會 我們會聊的就是 我想要介紹一下這個交通耗製的東西 它也是multi-agent 然後呢這個還可以整合到就是 也不是還可以整合 也必須要整合到那些5G啊 剛剛是三角層次嗎 這是5G的那個規模 然後可以整合到這個V2X 所以說這個是比較整合性的東西 那當然也沒有那麼的嚴肅 就是說比較簡單啦 但是要做的東西蠻多的 那這是一個開玩笑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希望V2X 就是說車聯網的終極目標可以搞得像這樣 就是沒有同意的 但是原來車也不會撞在一起 但是我們還沒實踐的時候 印度人已經實踐了 不過這個有機會就是我今天這個時間真的是夠 那有機會我能找時間來聊一下 還有就是上次說的那個 股票的那個 Market Making 那個也有做 就是Market Making的造成 我覺得這個也是 revolving in一個非常native的 的盈域 因為只要有reward可以定義了 RL都可以公克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能找時間再把那些完成 好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我也一直在想就是說 有一些這個RL的 project 我們可以 就是我們這個社團裡面 來做一個 project 例如說像剛剛那個交通那個 那個其實不是太難 還在錄影 好謝謝 謝謝今天謝謝Richard